要進入今天這一集幸福旅行之前呢 我要請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插亮你的雙眼 因為我們要讓你看到的是 一個極盡奢華的空間 我們曾經介紹過 美高梅飯店呢 它這個房間 先從建築物外觀來看好了 它最上面這一層是所謂的金黃色 那黃金色這些個樓層呢 所配置的就是最頂級的VIP套房 大家可能會認為說 今天這麼頂級的套房 應該平常很少人入住 No 沒錯了 它幾乎每個禮拜五六日都是客滿的 對 沒錯 其實它這個華麗的程度 從它出電一頭就可以看得到 金碧輝煌 對 它金碧輝煌的廊道 那其實一般飯店 我們可能是中央的走道 然後兩側的房間 因為它的房間其實夠大 面積大 對 所以它只有單面的走道 然後進來這樣子一個 比較隱密式的一個房間 好 我們先聊一下好了 這個最最最最最最最頂級的套房 它的空間配置上有哪些空間呢 其實它進來會有些一個玄關的一個緩衝區 然後再來就看到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客廳 然後還有一個很寬敞的餐廳 而且它旁邊還附設了一個麻將桌 麻將桌 OK 佩樂 好 接著呢 其實它還有兩個非常大的一個套房 然後還有一個附帶一個就是試聽空間 可以在裡面就是私人演唱會的KTV對不對 對 沒錯 所以它這個空間整個的配置來講 今年是很齊全 而且它的娛樂功能 你想要的該有的也都有了 對 我們先聊一下空間進來給別人的色系 因為它的空間夠大 所以我覺得它的顏色用的也算是非常的大膽 對 它這個整個色調是用一個紅酒色 對 那它這個酒紅色其實就是在我們的 裡面的食材 然後包括它的皮革 然後它的木皮 都是呈現這樣子一系列的顏色 櫻桃紅的大理石這個紅色 我以前看過人家用 對 可是我發現放在大空間裡用比較好看 對 而且在紅色的皮革配金色的錨釘 也很少人這樣用對不對 對 它其實蠻前衛的 很前衛的一個空間 對 好 那你剛才說它再奢華的地方是放在它的 對 它的天花板的線板 對 其實它是一個杜泰金屬 那它有它的金色的光澤呈現 OK 好 今天呢 最最最最頂級的VIP套房 我們把它的重點放在它的兩間主臥室 對 絕對讓你大開眼界 我們先來看其中的一間 首先我們看到這其中的一個主臥室 它本身有把它外面九紅色 帶金色的這個色系呢 延伸進到主臥空間來 沒錯 那其實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它也用了一些混搭的手法 像我們背後在它這個造型牆面 其實它是繃了絲質的這個繃布 然後它床頭板呢 其實又是用了皮革 然後金面的黑色馬賽克 然後加了這個金色的一個線板 然後去做這樣床頭的一個修飾 OK 所以它這個的感覺也還是有一些混搭的特質在裡面 對 有的時候如果比較年長的這些屋主 你們將來要規劃雙床 可是可以同一個主臥 床頭的設計 像這樣子的概念還不賴 其實它這樣串連在一起 而且在這個床頭櫃的地方做一個小小弧形 其實還蠻特別的 算特別喔 OK 那這個主臥室的另外一個重點 應該就會是它的這個主臥衛浴空間喔 其實我們一走進去這個衛浴空間 第一個看到的是它的雙更衣室 它很貼心的做了男女生兩個更衣室 那再進來就是看到它這個非常有特色的一個 紅色的一個水晶吊燈 那它下面就是一個獨立式的一個浴缸 那浴缸上面的那個材質櫻桃紅的這個食材 好像跟我空間裡面是相互相對的 對 它是一路延伸然後到它浴室裡面 不過這邊很多東西都是相相對對 雙雙對對的 對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一個雙洗臉台 然後一個雙馬桶 雙馬桶很少見喔 對 然後更特別的是它有一個非常大的雙shower空間 一般就是一套一套就已經很完整的配備 可是它都是雙雙對對的 它的空間大到可以在裡面起舞了 好 那它的這個浴缸呢 其實跟它的這個所謂淋浴間 它中間是一個比較穿透感的隔壁設計 可是也有兼顧一些隱私性 對 因為它很特別的是它的玻璃呢 是採用鑽雕的方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玻璃上其實它有一些 小小菱形的一個塗毯在上面 既有隱私感又有穿透性 進到第二間的主臥室 我發現它空間的色系淡了 跟外面不太一樣 對 它用的木皮第一個顏色淡了 然後它的皮革顏色也相對的變淺了 但是它整個色調其實還是用這個金色的色調做一個收拾 發現它的那個收編啦 或者是像妳剛剛說它那個鍍胎的線板 對 都還是在的 對 還是在的 對 好 那衛浴空間其它空間的配置 跟剛才我們看到那間有一些地方是差不多的 比方一進來左右兩邊 只是色系做一點改變 但是還是有雙更衣式 對 這樣的一個功能在 可是進到這個衛浴空間 我真的讓它極盡奢華 而且就很杜敗的一個衛浴空間 對 其實它奢華程度我們可以從它第一個系列台 它的系列台其實它櫃體就是這個金箔的櫃體 然後上面的食材其實它就是用了很多異形的一個加工 法國邊去做的這個修飾 對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鏡面 它這個鏡其實它也處理得非常細緻 它有做了這個斜邊的處理 然後一塊一塊長條形的去切割它 對 然後讓這個空間就是有層層光影重疊的一個效果出現 我覺得它的鮮化鏡可能因為搭配上金煙食材的顏色 對 再配上它的燈光 對 我覺得這個衛浴空間就是黃金屋耶 而且你知道像剛才那一間你看它的浴缸 就是可能一個比較獨立式的一個浴缸 可是現在這個浴缸的泡澡區呢 感覺讓你像在皇宮裡 或者是在一個獨立的帳篷空間裡泡澡 因為它旁邊四周呢 就是圍縮了這樣子一個 瘦花鏡的一個鏡面 而這個浴缸呢 被這些鏡面呢 圍縮起來 然後我們發現其實它的天花板呢 也是有這樣鏡面的一個效果 所以你在裡面呢 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自己 有萬花筒的感覺對不對 那當然還有一塊食材 我們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今天空天當中 它大量的運用這一塊 非常少見 但是有點 有點化石嗎 化石感覺 其實它也是玉石類的一種石頭 難怪 對 所以它的亮度呢 折射度非常高 對 那它這塊石頭呢 其實運用在它的牆面之外 它的淋浴空間也是大量的運用這塊石頭 而且它這個淋浴間雖然沒有 不是雙淋浴間嗎 對 不是雙淋浴間 但是它很特別的是它裡面呢 運用石材做了一個弧形的一個座椅 對 那它整個讓你坐在裡面 會非常的舒服 不感覺的食材冰冷了 我覺得這個位於空間 還有一個讓我覺得它大膽嘗試的地方是 如果它連地面都用同一塊食材去做 可能就跳不出來 牆壁這些食材的特色 它地面換了一塊非常大膽的食材 我真的很佩服這些可以營造衝擊美感的設計者 對 它這樣的一個效果其實呢 它就讓這整個空間活化了起來 對 它分得很清楚喔 牆面是牆面 然後地面 地平對地平 對 這樣子的設計呢 我覺得就像我一開始告訴大家 它是擠進奢華 而且絕對會讓你大開眼界